這件事是Kill 在之前的文具影片中 也有介紹過各種直立式的筆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或者用過呢? 而最近我發現還有更多有趣的款式 於是我就決定通通都買回來 看看他們各自有什麼優缺點 我要了! 首先就是這款磁石的直立伸縮筆袋 這個品牌在較早前推出過 動物球造型的伸縮筆袋 可能有些朋友也有用過 而這款就是成人向的新版本 用的時候打開拉鍊 已經捉住筆袋向下一撞 文具就會飛... 不...文具就會伸出來了 頂部除了保留之前有的橡筋 可以用來綁工具之外 也多了一塊磁石板 除了可以用來吸收一些金屬用品之外 也可以把整個筆袋 吸收在一些有磁性的金屬表面上 不過實際用的時候的問題也有很多 首先呢 底部的伸縮部分都頗實 比其他腐色 需要用更大的力氣 才可以進行伸展或收縮 實際上都頗吵的 在一個寧靜的地方這樣做 應該會受到注目禮吧 難怪裡面有警告說 縮的時候不要面對著 又或者對著其他人用 雖然我試過幾次也沒有把筆彈出來的 不過我都明白的 戴足頭盔是對的 而另外伸展狀態的時候 它就不是站得很穩 很容易跌 所以需要打開和收縮的狀態的時候 才會很動起它 還有就是磁力不夠 就連我之前介紹的磁力拆膠都吸不住 好 相信前一個筆袋會很討厭這個筆袋 因為這個筆袋正正就是它的相反 這個筆袋的賣點就是 底部有吸盤 可以吸緊讓它不會跌 按實底部寫著Push的位置 就可以輕鬆拿走了 原本我以為它只能在平滑的表面 才能吸得緊 原來在一些不太平滑的地方 例如我家裡的木桌 它依然都可以吸得很緊 很適合把筆袋放在桌子最邊邊的位置 就可以更有效地用桌面上的空間 你看看我這樣打它也會不會跌 也因為吸得緊的關係 還可以放在其他東西 例如可以用來做手機架 而且開盒也很方便 一隻手就可以做到 雖然很棒 但是它沒有橡筋 或者很小的格子 用來放一些 例如拆膠這些小型的文具 所以小型文具 很容易沉在筆袋的底部 然後被筆壓著 而且它的矽膠的材質 也挺防滑的 所以小型文具出入的時候 都比較不太方便 會絕著的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封口其實不是很實的 感覺放在袋裡 握握握握 文具都有機會倒到整個袋也是 一個很容易拍到 一個就不會拍到 這個就索性拍到給你睡覺了 這個是整個都軟軟軟 可以讓你拿來睡覺的枕頭筆袋 這個其實就不是直立式筆袋 大家看到它的直立的情境 純粹是為了融入群體而同化自己 跟它的名字一樣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用來做枕頭 就算裡面是裝滿文具也好 睡上的感覺也不錯 這個另一個想起之前 跟大家分享過的枕頭筆記 它跟枕頭筆記相比 那就好睡得多 不過因為大家都看到 它好像小毛公一樣 所以其實也挺容易髒 如果我長期拿來睡覺 就要定期清潔消毒一下 而枕頭筆記的表面防水 亦因為這樣很容易清潔 差什麼? 兩樣混合變成枕頭筆記袋一笨 看看這兩個一起用 就可以發揮到最大的效能 哪有 因為枕頭筆記 隔絕了筆袋本身的柔軟舒適感 所以 知能夠說 凡事都有取捨 而且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價錢 它在四款筆袋裡面最貴 我買的時候 大概是2200日圓 換算是167港元左右 雖然其他款式是便宜一點 筆過顏色和設計 就真的不太適合我了 剛才那個就是軟軟軟 而這個就相反 在這五個筆袋裡面最硬最挺的直立筆袋 雖然這款也有磁石 但它的賣點就像櫃桶一樣 可以把文具拉出來才用 模擬坐在這裡的視角去看 如果筆袋本身裝很多筆的話 在一般的直立式筆袋裡面找筆就有點不太方便 但這款就非常清楚 一眼看完 它的封面條 前後底部都有磁石 這樣就可以吸緊封面條 可以隨時反前反後 方便你如果你要動動的時候 就不需要動一些拉拉鍊 而裡面的分隔板都可以拔出來 所以放一些比較大體積的物件都沒問題 不過筆袋在拉鍊用的時候就有點卡 小小袋的容量也不夠大 二尺也不夠深 想放一些長小小的小工具 也頂著筆袋關不了 其實筆袋再做深一點也沒問題 還有拉出來的狀態 小小的部件很容易掉到筆袋的黑洞裡面 筆袋底部如果都補一條拉鍊 可以拿回裡面掉了東西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最後這個新縮筆袋雖然之前也介紹過 但是我目前最喜歡也最常用的直立式筆袋 所以也放在這裡跟其他的筆袋比較一下 用的時候只要抓著兩邊的底部拉下來 就什麼筆都很清晰地看到 不用的時候抓著兩個邊邊 搓一搓就可以恢復原狀 用了那麼久拉鍊從來都沒有卡 而且看起來都還很新淨 沒用過的 這款筆袋由剛剛推出到現在 都一直保持著有出新的設計 所以是多了很多款式可以選擇 雖然這個筆袋就不像其他筆袋各有特色 但是都可以說是最便宜最樸素的直立式筆袋 如果要講缺點的話 就是有些設計賣得很貴 就像這款一樣 竟然賣到3980日圓 即換算就是300元港幣一個 嘩 都蠻麻煩的 如果學生的話我想都未必會想買到這些款式 不過如果說實用的話真的是一流 這款 長期使用的這款容量 還有這個像是櫃桶的直立筆袋是最多的 然後就是枕頭和吸盤兩者差不多 不過左邊這四款容量其實都不大分別 而最右邊的磁力直立筆袋很明顯就少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就連考試專用的計數機都放了 感覺上比較適合在大專或大學這些需要一直換位上課的地方 才進入它的發揮空間 至於重量方面我長期用的這款直立筆袋是最輕的 只有57克 而最重的吸盤不倒用筆袋大概是171克 也是最貼身的筆袋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款筆袋呢? 可以在字頂留言的回覆中 以按LIKE的方式來投票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再見 看見 真的這麼緊 哇 真是 好厲害好厲害 厲害厲害厲害 看 真是 真是不掉的 好厲害 好厲害 好 以後就是我的沙包 不過要把文具全部掉出來 哈哈 好了 全部掉出來了 好嗎? 好,終於可以做沙包了 嘩 真是不可以贊的 真的會贊壞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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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要覺得很厲害 好厲害